我是佑正 那麼現在呢 我的人呢 就在香港的這個會議展覽中心 會展中心 你可以看到呢 現在大螢幕上正在播放 關於香港的簡介 這個簡介是要播給誰看的呢 當然就是來自台灣 今天非常非常收到港媒 還有香港民眾 甚至包含呢 這個華僑歡迎的韓國瑜市長 但是呢 哇 因為人太多了 我們這個角度 不曉得能不能拍得到韓市長 可能呢 現場有幾個頭髮都光光的 但我看呢 可能也都不是韓國瑜啦 那麼今天呢 這個場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也是韓國瑜呢 這一次出訪 算是有機會 真的可以賺到錢的第一站啦 這是一個這個農產品的推介會 還有簽約的儀式 那麼時間呢 是兩點鐘 但是有點delay了 剛剛呢 這個貴賓到場之後 稍事休息 那麼韓市長也才剛剛進場 那麼兩點 大概到三點鐘左右 目前看起來 可能會到將近三點半才結束 那麼這一個行程喔 主要呢 是要跟香港中華的出入口商會 然後配合這個我們的高雄市農會 還有高雄區的漁會 要簽訂一個 四年兩千萬港幣的MOU 也就是呢 這個備忘錄 那麼折合台幣 大概是七千八百六十萬四年 所以每年大概是一千九百六十五萬 那麼最主要呢 就是要把高雄呢 非常非常優質 而且品質非常良好的這個農產品喔 包含了蔬菜水果等等的 通通呢 都行銷到香港來 那麼稍早喔 其實韓國瑜市長到了這個香港之後呢 他的第一站是先去會見了香港特首林鄭月娥 那麼我們的新聞畫面都會看得到 這個韓國瑜市長呢 跟林鄭月娥呢 兩個人好像談得買看戲 那他有看到這個照片 但不曉得談了什麼 而待會呢 在整個這個MOU的簽訂儀式 那麼結束之後呢 韓國瑜市長也會在香港的同個場地 接受媒體的專訪 而我們在這個會場喔 我們也觀察到了 你除了看到很多很多的人頭之外呢 我們把鏡頭稍微往旁邊移動 你可以看到呢 旁邊有沒有看到一些 很多的這個蔬菜水果 包含你看到了 這裡有這個遠遠的喔 我們這距離真的是蠻遠的啦 看起來應該是高麗菜啦 然後旁邊好像有一些水果 那個綠綠的可能是木瓜 然後其他水果真的太遠了 其實我也看不太出來是什麼 不過呢 這就是一個這個所謂的推介會 那麼希望呢 可以把高雄的這個好東西 那麼能夠回行銷到香港來 那麼稍後呢 這個韓國瑜市長就會上台致辭 那麼來一次現場最近消息 繼續鎖定大政治大爆化 我們隨時要問您 這個插播掌握 好就在最後呢 剛剛看到了 韓國瑜站起來 跟大家打招呼了 好那麼稍後呢 現場狀況我們再隨時插播 好我們現在看到呢 這個在香港的現場 那麼在剛才呢 這個主持人在台上一一介紹 除了高雄市長韓國瑜 那麼這一次此行呢 當然也有這個帶著這個 副市長葉光石同行 好 台灣的相關的一些 高雄市政府的局處首長 那麼剛剛呢 韓國瑜市長也是站起來呢 用他非常招牌的方式 彎腰鞠躬舉手 來跟香港的媒體來打招呼 那麼這一次的行程 其實香港的媒體 非常非常關注 因為光是港媒 據說就來了80家 80家的港媒 把現場擠得真的是亂七八糟 而且呢 他們的管制喔 比起台灣其實是嚴格不少 因為他們把所有的媒體呢 透過了隔板 給隔在這個會場的後方 所以呢 我們是完全無法靠近的 那麼 那麼現在呢 整個狀況呢 就是介紹台賓 待會兒呢 當然看到 現在已經有人在準備這個講台了 待會市長上台 要這個說明 高雄的蔬果行銷的時候呢 我們再隨時會為您差不多掌握 先把時間盡頭 換給同內的疫情 好 我們現在看到 這個高雄市長韓國瑜 那麼他隨時有可能 就要準備上台致辭 那麼現在您所看到呢 就是香港的最新畫面 當然呢 我們一方面看到這個情形 在今天呢 這個香港的這個會展中心 剛才也聽到就是佑正形容說 這個現場就有80家媒體 香港的媒體 光是香港媒體 就有80家 這還沒有算台灣 隨行採訪的媒體記者 也因此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呢 在這一次 韓國瑜市長 他出訪到香港 這一次呢 除了香港之外 也要到澳門 以及深圳 廈門等地 那麼事實上 這整個過程 整個行程 對於兩岸四地來說 都是受到了高度的重視和矚目 你也可以從這個媒體擺出的大陣仗 隨行採訪 或者甚至是在當地採訪 你就可以感受得出來 好 那麼現在呢 我們看到馬上在今天呢 這個下午的這一場 農漁產品這個推介會 即將要登場了 那麼在稍後 高雄市長 還有我們楊部長 還有各位香港的五大商會 各位議員朋友 各位香港各界的精英分子 還有我們遠處高雄 與我一起來的 我們高雄市的 還有好幾位 十幾位的議員 一起站起來 給大家看看我們的公辦 好不好 這就是我們高雄市的民意代表 十幾位 還有我們中常委一起跟著來 參與這一趟聖會 還有我們各界高雄的好朋友 各位我們新聞界的女士先生 所有的香港各界好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這一趟來香港 匆匆一別將近十年 十年前跟十年後 新晉年紀 年紀 髮型 還有工作的職務 通通通不想搞 摧摧老癮 偏偏這麼老癮 得到一個新工作 六十一歲早的工作 必須要認真的做 中午跟我們行政長 黨官林鄭女士吃飯 她講了一個數字 把我嚇一跳 她說 在香港所有進口的農產品 水產品 日本食物啊 佔將近四分之一 25% 照剛剛我們財政市 陳市長的報告 那麼這麼大的一個進口額 我們台灣只有佔香港的3.6% 換句話說 如果我們把這個數字 拉到百分之十 百分之十二 都是一個非常合理的 顯然 我們台灣農產品 水產品過去 基本上在香港這個開發 是不夠的 所以剛剛 行政長官講了 這個數字以後 讓我真的 真正的嚇了一跳 另外 她又講了第二點 也讓我覺得 很有學習的地方 她說她擔任公職人員39年 她看到香港 這麼多年 一點一滴的進步跟成長 金融還笑之後 她發現香港不轉型 絕對不行 所以她大力推動科技產品 像這些都對我來講 身為高雄市長 要學習的很多 也跟各位香港各界的好朋友報告 這一趟 我帶領了我們整個高雄團 我們是希望第一 交朋友 第二 賣東西 第三 希望各位香港各界好朋友 不嫌棄 多來高雄 多看看 多旅遊 看看有沒有什麼投資的環境 我們希望香港的好朋友 能夠多多來到高雄 第一個交朋友 第二個賣東西 第三個呢 吸引大家盡量到高雄 那這一趟未來的高雄 跟香港之間 我們希望更密切的交往 尤其地圖攤開來 坐上飛機 九十分鐘就可以到 也要跟香港各界的好朋友報告 這兩三個月來高雄 產生了比較大的變化 小時候我們在通話世界上看 看到一個公主 吃到一個毒蘋果 被她被害了 就睡在一個塔裡面 等了幾十年一直在睡 突然有一天一個白馬王就騎個馬過來 輕輕輕了一下公主 那公主眼底一亮 就開始起來 高雄就差不多 這個巨人 從去年開始 跟大家報告 眼睛已經正亮了 高雄這個巨人睡了幾十年 所有的條件 所有應該有的資源 所有的亮點 通通沒有發展 現在這個巨人已經開始崛起 我們有信心 跟香港各界好朋友報告 高雄這個經濟巨人一站起來 他會像美國的紐約一樣 政治在華盛頓 他會像中國大陸的上海一樣 政治在北京 將來這個台灣那個高雄 一站起來之後 政治在台北 經濟中心 會是以高雄為中心 所以各位香港好朋友 歡迎來高雄 來的越早 賺的越多 我們多交朋友 多來玩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謝謝 非常感謝韓國瑜市長 那就是我看市長剛剛所說 現在高雄這個睡美人 睡多久了 已經是醒來了 我們也是期待著兩年之間 有更多的交流和往來 那麼接著請 今天呢首先要預計一下 在主要香港上台 為我們一起來見證 一個重要的時刻 有請香港最新的自證 和財政思想成果 好 主要正在 主要的證明 帶你展望到 位在香港會展中心的最新現場 就在剛剛稍早 韓國瑜已經上台自辭了 並且現在正在 與香港中華金球選會 簽訂相關的合作意向協定 並且互贈禮物 而剛剛韓國瑜在台上自辭的時候 特別有提到 他強調說 他與林鄭月娥的對談內容 他認為 不只是所謂的 香港採購將近 日本四分之一的農漁產品 實在是讓他相當震驚 由於台灣只佔了百分之三點六 因此如果可以拉高到 將近百分之十也好 或者說百分之十五的比例也好 恐怕是合理 而且可以預期的目標 因此他發想 希望能夠把高雄農產品也好 漁產品也好 通通賣到香港來 而且他在舉自己的選舉經驗 強調說高雄就像是一個睡美人 即使吃了所謂的毒蘋果 但未來高雄現在 已經是崛起的巨人了 因此在這個情況下 全世界都會看到高雄的光芒 而目前韓國瑜在台上接受 包括與眾人的合照階段 我們先來進一下現場畫面 好 沒看到現場現在目前呢 已經簽署所謂的 永海合作的賢帝意象書 包括其實像是高雄農會 以及香港我們講到這個主辦單位 就是所謂的中華進出口商會 都已經在台上齊去 事實上有一個不為認知的內密 就是說這整次的香港行程相關的安排 不管是見到特首 所謂的林鄭月娥 或是說晚上向一些信和集團相關的活動 都是由所有 就是這個香港中華進出口商會 其中的一個會長 其實是說林榮安在居中牽線安排 一度促成這一次香港行能夠完美的進行 以及有這樣的一個豐富的內容 包括說是見面行李也好 參觀也好 甚至是會見特首也好 現場持續的在進行活動 我們再進一下現場的畫面 好 我們前面的朋友坐開了之後呢 請大家坐起來 我們來的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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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他是自己自費前來 今天呢身穿了一襲綠衣 他只強調自己就像保姆一樣是最強的韓粉 一路要照顧韓國瑜的工作 因此呢他盡量的避開焦點 避開美光燈 就是希望呢能夠將所有光芒都去焦在 不管是高雄與香港的經貿 以及文化交流也好 但是還是遭到外界捕捉呢 事實上他總以默默的方式 緊以不理的一路跟在韓國瑜的身邊 而在稍後呢 韓國瑜即將在完成這樣的一個遷停儀式之後 便會到中環廣場 進行與所謂的信和集團 相關的一些參訪也好 到最後的包括晚宴 那本台已經掌握到了 他們的晚宴地點呢 就會是在所謂的金子集這個地點 而這個地點呢 剛剛其實稍稍沒有介紹過 所謂的金子集就是他即將與隨和司司團 用餐的地點呢 在過往 其實是他象徵的是香港 回歸中國代表一個重要意義的一個象徵 因此特別選擇這個地點 是不是香港政府有所想要表示 韓國瑜對於這樣的一個做法 又會有什麼樣的回應 恐怕都很值得期待以及關注 由於現場的媒體相當多 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現在大陣仗 將近有30到50家的媒體 因此光是拍照流程 就必須要耗費許多的時間 那這次選在所有的大會堂呢 也是為了容納像這樣的一個媒體熱度 才需要這麼大的場地以及空間 不過也可以見證到韓國瑜的魅力 其實不只在台灣 甚至是來到香港 在整個東南亞 在整個亞洲 都已經心生力力欣賞力 而港媒也相當好奇 究竟這樣的人物 如何讓他口中的高雄巨人覺醒 從沉睡當中再醒來 並且如何把高雄的餐廳推往台灣 大家都想要親身感受一下 韓國瑜親自的魅力 我們現在呢 在回歸到現場的事物 是包括理事長蕭翰俊 以及相關的官員呢 要簽署相關的儀式 我們帶你來進行現場畫面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包括有所謂的農會代表 理事長蕭翰俊 以及余慧 還有香港的中華出入口商呢 已經簽訂合索意上出入了 未來最近會賣出多少疑惑 雖然目前還沒有明確的數字 以及答案 但我已經很關注的是 這次從包括音樂的氛圍也好 或者說見到所謂的行證長官也好 到未來的核心集團 就是接下來在將近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之後的行證 以及晚上呢 韓國瑜還即將要到 所謂的中華七哈碼頭 參加所謂的夜遊香江 並且呢 根據掌握 他還有可能會到所謂的尖沙咀 走星光大道 如果落實他所謂的東西賣出去 人要盡得來 這種概念去參訪所謂的香港 究竟怎麼樣去經營在維多利亞 這樣的一個經驗 藉以呢 把他移植到高雄的愛河 包括未來的愛情摩天輪 相關的發展 通路可以做一個借鏡 他必須要親身 親腳做一個體驗 但事實上 他從早上將近九點鐘 就一路到晚上 我們預計可能到九點十點 都會有相關的行程 等於是將近十二個小時的鐵人活動 所以我們現在回到一個回到看一下 現場韓國瑜簽訂合作 似乎是已經儀式將近要結束了 好我們現在台上官員已經陸續結束了 韓國瑜已經即將下台了 稍後呢如果有更多最新情形 將會繼續掌握 事實上進到將會棚內 好我們 好 觀眾朋友 您現在所看到的畫面呢 就是在 剛才呢 這個簽約的儀式已經完成 那麼高雄市長韓國瑜 他也跟香港的這個中華出入口商務會 會長林隆安 那麼兩個人互動非常的緊密 那麼在剛才我們其實也特別提到了 就是在這一次的這個簽約呢 簽了這個MOU是四年兩千萬港幣 要把這個高雄的農漁產品 行銷到高雄出口到高雄 事實上像現在呢 佔有的這個比重啊 這個台灣賣到香港的 居然這個農漁產品只有3.6% 這個數字其實讓高雄市長韓國瑜 自己都直呼非常的驚訝 那麼也因此他希望能夠有更多的成長的空間 好那麼現在我們也看到 包括副市長葉匡時還有農業局長林芳明 他們也都在這個高雄市長韓國瑜的旁邊 我們現在看到啊 持續來這個進行這個簽約的儀式 那麼現在你在台上看到就是香港會展中心 在今天所進行的香港農漁產推薦會 以及簽約儀式最新的畫面